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记载的鱼汁其实应该是用鲸鱼的鱼汁熬制而成的 炼制出的鱼汁同样能够起到照明的作用 并且这种鱼汁具有很庞大的能量 一平方的鱼汁就能提供大约五千多天的照明需求 从而能够实现长明的目的 史记中提到过始皇即位并天下 天下颂议 十余万 下铜关 齿降之功能 尽着射之 以水银作合 上达天文 下至地理 以鱼高燃尺 久不灭 这就是曾经对于秦皇帝宫真实的描述 可以看出在洞中使用了大量的孔用来做江海 用人鱼灯最为长明灯 古人与我们一样 对于鱼人的真实面貌有着非常大的期待 也曾多次企图探索鱼人的真实面貌 在很多的智观小说中都曾有对于鱼人的描述 大致是一种人身鱼尾的形象 非常美丽 身体可以炼化成为燃油 并且具有永世不灭的奇效 鱼人又被称作交人传说中交人 会在海面上引用年轻力壮的男子 一旦有人落入了陷阱 就会被拖进大海中淹死 交人把人的灵魂作为故障奉献给海神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 是人们会把交人当作奴隶猪来圈养 人鱼的浑身上下都是宝贝 最值钱的就是美人鱼之类的 价值连城 堪比最盲贵的真主 人鱼能够使用肺部进行呼吸 但是还是不能离开水面 脱水之后会全身发臭并且有剧毒 当然还有的资料显示 人鱼灯 是有许许多多的鱼类混合链制而成的 包括鲸鱼这种大型动物 但是也有的说在古时候 真实存在的一种鱼类 现在已经灭绝不见了 这种鱼的由直链制成的灯油 能够真正的实现长鸣的效果 但是在西方的神话中 也有着关于人鱼的记载 不过与我们的神话相比 西方的人鱼大多都是美丽的女性化身而成的 非常的美丽动人 心地善良 经常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们 是非常和善与优雅的生物 如今 科学界并没有发现人鱼或者类似人鱼的生物 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有所发现 古时候的人鱼能够炼制成油脂的说法 也没有什么现实依据 油脂能一直燃烧也无从考证 一个善与旺季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